我觉得留不住的人 始终是留不住的 对 你看一个是想要做 自由的小鸟 想要飞 因为你的人生才刚开始 一个呢 我死活不让你飞 我哪怕做一个牢笼 做一个笼子也把你罩起来 没用的 就是你所有的强人所难 所有的对它的管理 都是你自己在瞎想 它不想让你管 说白了 本质就在这儿 什么压力什么的 说到最后就是 你不想让它管 管太多了 而且你用这种 叙叙叨叨的方式管我 是吧 你呢 为什么用叙叙叨叨的方式管它呢 因为你没别的办法 你觉得自己也不够出色 也不知道该怎么 才能够去长久地挽留住 这样的一个姑娘 最后你就叙叙叨叨叨叨 你看我为你做了那么多 付出那么多 一个一个的牢笼 做成一个笼子 关不住它的 谈恋爱只看向结果 这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 恋爱这件事情 其实过程是很美的 每一个当下是很美的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们为了 在老实考虑 我们未来结果要怎么样 所以反而放弃了 我们当下的那种 很好的生活 或很温暖的生活 你让它弄得压力很大 你自己也弄得很痛苦 你们现在这个恋爱没谈好 还谈什么结果呢 结果不是这么谈的 就每一个当下是最重要的 每一个当下最后组成了你们的人生 所以当下的美 可能才推向于你们的结果 结果这个东西 你说你去计划它 你也年纪也不是很大 比如说我吧 我现在都很难计划 五年之后的我是怎么样 时代发展太快了 你根本想不好的 每一年我们的事业 都在发生变化 每一年我们的科技 都在发生变化 每一年社会 都在发生变化 他大学还没毕业呢 你就已经计划好 跑到你那边来 你们俩在一个小单位里面 然后一起干活 那单位万一明年倒闭了呢 对吗 计划不好的 他飞走了 你还会有别的人 他飞到别的地方去 还会找到别的男生 但是你们曾经有过的 那一年时间 现在这个当下 是属于你们的 不好好享受这个东西 老想着有的没的那些东西 有什么用呢 男生我真的要跟讲一下 就是共赢这个事 谈恋爱就是 你开心的时候 我也开心 不管我是付出也好 你是获得也好 我付出付出的很开心 而不是我很痛心 这叫付出 这叫爱情里面的付出 所以你把你 我对你的付出 是我的牺牲 你的获取 这就不是爱了 记住我这句话 学会用共赢思维去谈恋爱 你们这场恋爱 才能谈得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陆琪老师 先说说男生 其实伸手要来的爱情不珍贵 要挟来的爱情不光彩 我不知道你心中 对这个女孩的爱 有多深有多浓 但确实如你所说 你的方式和态度都有问题 好 谢谢大家 支持你 你不受欢迎 是我 拿来 です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说他道德绑架 那我想请问你 为什么他绑架不了别人 只能绑架你 可能因为他还是在乎我的 也想要为我 我是说为什么他不能绑架别人 这一套只能绑架 我还是在乎他们不能过去 我也是在乎你 我猜你 都要趕快 你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么多和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